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二一天的世界 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自制鸡蛋摊饼的做法 这就是准备材料 有鸡蛋 香菜 圆葱 还有 洋葱 洋葱 是吗 洋葱 原葱 洋葱 反正这是那个葱 然后这个是啥 这是面糊糊 面糊 就是灰面 可以加一点什么玉米面 巧麦面都可以就调的 大概调成 嗯 挺漂亮 就大概调成刚好可以这样 低层 连层线就可以了 嗯 好 然后这个饼快烙完了 对这个饼快烙完了 先看一下这个半成饼 然后一会再回头看整个这个过程 其实呢这个灵感来源就是早餐小摊的鸡蛋煎饼 那个煎饼鸡蛋加鸡蛋加肠的 可是 类似于鸡蛋灌饼 对 但是就是因为你要是想做那样 比较高 而且对这个人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呢 我们我就自己也想着 尽量从味道上去跟它一致 然后不要太追求这个形状 对 哎就可以了 然后在美国呢 这个形状也好 或者是味道也好 嗯 就是只要味道好 别的都可以不用太在乎 这刷的什么酱 这个就是一勺甜面酱跟那个葱拌铝的大酱 1比1的比例 调一下就可以 如果你觉得咸味不够 你可以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盐 一勺甜面酱 一勺葱拌铝 对 就是加点盐 1比1的比例就可以了 然后两个鸡蛋相当于 对两个鸡蛋 把鸡蛋摊碎 对 对吧 鸡蛋稍微打 就有一个这种刷子 对 现在你得刷一下 宜家就有卖的 或者是一般的什么Target 沃尔玛都有卖的 就是非常易得 然后呢 这个鸡蛋在煎的过程中呢 就可以去加一点洋葱了 香菜 对香菜 香菜如果不喜欢人可以不用 正常喜欢吃辣的呢 可以加点辣酱是吧 对 就是HMR 一般就有韩式辣酱 就这一款蒜蓉辣椒酱就可以 嗯 或在你的甜面酱和大酱里面就可以了 饼呢 我经过我的各种实验呢 就是洋葱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它有颗粒状 所以你煎好之后 会让你感觉非常清爽的 有爆汁和颗粒感 这是一般的香菜和葱都代替不了的 看来那边要难的可能就是调汁吧 这个汁还是比较难的 面糊其实很简单 就是加水加面粉 就加水加面 对就加水加面 就这么一顿转就行了 对 只不过这个状态就是你可以让它连成线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很简单 这里面没有鸡蛋 没有鸡蛋 这个颜色怎么看起来有点偏黄呢 因为我加了玉米面 玉米面 砸两的 对 你自己就要回面 然后两边都要刷酱料吗 对要刷的 好 这早餐来这一个还是很顶的 而且你还可以往里头加午餐肉加香肠 那我加个香肠 好 一会加香肠 这样摊成煎面以后 我一般喜欢这样稍微切一下 这样吃起来的时候比较好入口 而且这种卷的感觉比较有层次感 我觉得你这个灵感源于烤冷面 对没错 好 这就可以了 其实真的很简单 其实拍这个的目的 就是想分享一下这种简易的方法 大家都能做 不用去追求形状也好什么也好 就是一个口感一个味道 好吃就可以了 如果喜欢吃这种加肠的 因为国外没有什么双辉王中王 或者是金螺王那种火腿肠 你可以用午餐肉或者是 浩道克里面 拿着这个小肠来代替 这款午餐肉应该说比较流行了 在北美 然后它的特点 我觉得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比较咸 所以这种少盐的会更好一点 其实这个饼 好的一点就是你不用在乎 你摊的平不平 圆不圆 均不均匀 因为自己吃 你把鸡蛋摊下去以后 其实效果都一样 吃到嘴里都一样 所以不用要求太高 现在这个鸡蛋摊饼就做好了 吃到嘴里呢 一口味道满满 非常好吃 你学到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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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